集合全国优秀高中生的爱迪生科学研习营又来了 这个以培育国家科学人才为宗旨 已经举办了54年的超长寿营队 今年7月7号到10号在清华大学展开研习 让学生们提前先修大学课程 找出自己的志向和兴趣 那也让这些高中的自然学科优秀的学生 能够有机会走出高中的一个自私的教学 能够亲自去操作或者了解 我想一方面是大家来自四面八方都是最精英 然后彼此能够在这个机会上形成一个所谓的精英团体 那二方面也是希望说能够有的机会像先修一样的到大学课程 在围棋四天的课程中 学生不只是在课堂上听讲 更要自己进入实验室动手DIY 而竹科和台电设施的参访 也让学生走出校园 更实际的于产业接轨 不管是奈米科技 生物科技或是节能减碳 学生在这里能够学到的 都是最先进的科学趋势 我想应该不只是启门 我想应该是一个震撼 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里面 你不是单纯的去看书 或者是单纯的坐在课堂上 你其实应该要出去 那你出去的话 你可能就要到实验室 你可能要走向校园 所以我们会有校园的参观 我们也会有外面的参观 比方说新竹科学园区 或者去看台电的设施 即使已经举办了超过半个世纪 每年主办单位还是挖空心思 坚持要带给学生最精彩的学术知识 让闪耀的科学火炬 一代接一代的传递下去 台电公司新竹报导 大家看台电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